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直播期间却遭到一名名叫鸟神的槟城网红闯入 那么鸟神先是捉住了王雷儿子的脖子 指使他们停止直播 那么双方是爆发了肢体冲突 那么期间鸟神还对着直播镜头呛声 并表示是冲着王雷而来 指这次的活动由儿子代替出席是王雷幸运 那么期间还不断的声称是王雷的儿子先动了手 那么眼看情况紧张 同在现场的泰国猛男等人 也赶紧的劝架把两人分开 那么此事件是于昨晚发生在 冰岛单荣道光一家商场外 举行的泰国与国际街头美食市集活动上 那么为什么这名叫做鸟神的人兄会来采场呢 其实鸟神过去已经是多次公开反对 王雷团队来到大马开拨带货 那么他同时也质疑王雷的团队为何能够获得批准 前来我国开直播带货 那么鸟神昨晚也是到了警局外直播 表示将会进入警局报案 他之后更在医院里开直播 声称要验伤和治疗 并不断的表示是王雷的儿子先动手打人 自己是出于自卫才会还手的 那么鸟神还声称被打到内伤 表示自己隔天可能随时都醒不来 那么至于麦鱼哥王雷则是在个人脸书贴文 透露自己是已经从槟城返回新加坡了 在贴文中还标签 我们相信马来西亚的司法 马来西亚下个月见 那么至于东北县的带警局主任则是证实 警方是已经接获麦鱼哥王雷的儿子的报案 并已经开档调查 他说警方叫后将会发文告交代案件调查的结果 那么接着我们就把镜头转向教育 那么董教总就发布了2017年批准滑小征件和迁销概况报告 那么报告就指出政府在2017年10月宣布批准征件10所新滑小和搬迁6所微型滑小的计划 但至今只有一所新的滑小和一所搬迁的滑小落成和启用 那么马华副总会长陈德庆就抨击教育部副部长林慧英 自上任以来在滑教发展方面不仅是一事无成还节节败退 包括10加6的滑小计划也是命运不明 陈德庆就认为林慧英的表现让在大选时全力支持行动党的华裔选民如同是投了个寂寞 那么另外明清团全国中委兼宾州明清团的秘书陈正冲 则是促请行动党和首相安华考虑测换教育部副部长林慧英 由更有能力者来担任 他说华校需要的是一个敢在华校课题上发言 并在面对不公待遇时敢于说不的教育部副部长 而不是唯唯诺诺不在状况的副部长 那么这一部副部长林慧英则是坦言过去这几年 我国就经历了四届政府的更迭 10加6的滑小计划确实面对了不小的阻力 但是吉所的滑小的搬迁以及建校计划依然是持续的有进展的 林慧英就强调自他上任以来就持续的在跟进这些计划 也非常的关注滑小新建和搬迁课题 另一方面再有一个州署要落实找遗文招牌政策了 说的是由国盟执政的玻璃市州 玻璃市的州大臣穆浩默·苏克里上个月15号 在出席活动时就有说到 州政府鼓励商家在彰显与州政府的友好关系的前提下 在新安装的商店招牌上附上找遗文 但并非强制规定 然而他昨天下午出席另一场活动时 却又说商家必须在新申请的商店招牌上写上找遗文 为此媒体在记者会上就向他再三的确认上述的措施 他说目前只是鼓励 不过州政府计划明年起将会强制规定招牌附上找遗文 但他说政府目前是还没有拟定广告牌的新指南以及条规 也还没有决定是否采取行动 对付未在广告牌上附上找遗文的商家 他重申州政府建议商家 这个商店的招牌先写上找遗文 接着是国文、罗马字以及各自的母语 而现有的这个招牌也无需更换 商家可以选择性的决定 而上诉的措施只是给新申请的广告牌 换个焦点 2023年马来西亚年度汉字的十大候选字出炉了 分别是 那么民众即日起到11月26号就可以参与为期21天的投选活动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乱这个字已经是第11次入围我国十大候选汉字了 是入选次数最多的汉字 但却不曾脱颖而出成为票选第一的年度汉字 那么你又觉得最符合我国2023年局势的汉字 又是哪一个呢 今天的新闻通就给你报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